二十五年 这个年会我觉得是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一个日子 当安利泰国董事长邀请我的时候 我很高兴 也感觉到很光荣能够来这里 跟一群非常优秀的安利伙伴分享 我非常重视今天晚上的大会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我到底要分享些什么 各位你们第一次参加安利年会的伙伴们 请你挤一个手好不好 一半的都是新人 各位新的朋友我们欢迎你们 各位 每一次安利的重要的活动 重要的会议 我们大概都会谈到安利的领导人的成功的故事 讲一些鼓励的话 安利的严谨价值等等 可是今天晚上我想讲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我想谈一谈安利的缺点 没有什么反应 可能你们从来不觉得安利有任何的缺点 我们都太爱安利了 太喜欢安利了 我记得我从开始做安利 我绝对不能够忍受任何一个人批评安利 只要有我的朋友跟我讲安利不好 我一定跟他争论到底 可是 当我年纪 慢慢长大的时候 思想比较成熟的时候 我就不再跟别人争论了 其实安利的确是有缺点 其实任何一个企业 包括人 我每一个人都有缺点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缺点 我们能够面对我们的缺点 我们才能够改进 我们才能够创造更好的这一个业绩 你说是不是 我要 我要 我要先问一下 我们的总裁 德迪卫士先生 我可以不可以讲这个主题 安利的缺点 Duck Devoe说可以 其实 其实做安利的人很多 可是 这个 失败的也很多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不理解这些缺点 各位如果你们能够理解这些缺点 克服这些缺点的话 我相信你们也一定能够成功 安利有三个缺点 很大的缺点 第一个缺点就是 安利 没有 最低业绩的要求 安利没有规定说 你加入你要买多少货 你每一个月要做多少 要推荐多少人 要销售多少 安利的产品 安利没有任何的规定 安利也没有规定说 你一定要来开会 你一定要来上课 安利尊重你 这是一个自由的企业 各位你想想看 当我们 当没有任何的这种压力 没有任何的这种规定 我觉得人都会有惰性的 你今天想去做安利 可是你的心情不好 你说等明天 明天你想做安利 可能明天下雨 你又说好 再等另外一天 等到另外一天的时候 你的朋友来找你 你说 哎呀 今天忙着 又再等一天 就是这样 有时候很多人就像 一天一天天的过去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规定你 今天必须去做安利 各位你想想看 假设说你的公司 没有规定你 哪一个时候该上班 你可以九点上班 你也可以十一点上班 你不喜欢 你可以不要上班 请问一下 有多少人会准时上班 这是一个缺点 可是安利公司 我相信 德地位世界 绝对不会改变它 为什么 安利是一个自由企业 我们每一个做安利人 我们都是自己的主人 你们都是老板 你在从事你自己的事业 所以做不做 即时做 由我们自己选择 你们可能觉得 so what 那又怎么样 你有这个 等于说是 有当所谓的 老板的这一个能力 你觉得你可以规范你自己 你觉得 你可以要求你自己 给自己一点压力 每天按照你的计划 去发展 去销售 去推荐 可是各位不要忘记 你要发展这个事业 你也要推荐 你所推荐的这些伙伴 他们不是你的属下 他们不是替你工作 你也不能够去规范他们 要求他们 盯着他们 去做安利 做不做安利 是在他们的选择 所以各位你想想看 今天这是一个缺点 任何一个人 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方法 让他自己 能够自动自发 不只自己自动自发 而且所推荐到的伙伴 各位我再重复一次 你所推荐到的伙伴 也能够跟你一样 不需要规范 不需要规定 也能够自动自发 我告诉你 你一定可以创造奇迹 各位 谁能够克服 这个弱点 真的谁就可以 创造佳机 而我认为 最好的方法 能够让 我们自己 让你 自动自发 不只让你自动自发 而且能够让你所推荐到的 每一个人 自动自发 各位 我始终觉得 推动我们 最大的力量 就是梦想 安利是给有梦想的人做的 你们都有梦想吗 后面的朋友 你们有梦想吗 各位 要记住 MWA is a possible dream 安利的梦想是可以实现的 我看到很多 前排的 前面的 各位皇冠大使 各位FC的成员 各位双钻石 三钻石 以及各位 直系直销商 你们都是因为梦想才成功的 对不对 我想请所有的 DD 所有的钻石 所有的皇冠大使 站起来 给我们的新人 一个掌声鼓励一下 好不好 各位好 各位 他们都是全泰国最成功 最优秀的领导人 他们都是因为梦想而做安利这个事业 不是因为安利规定他们做安利的 刚才我们听到两位年轻人 Patrick还有另外一位巨星 那个叫 Triple Diamond 我觉得 让我有一点妒忌他们 因为 他们那么年轻 他们的梦想就那么的大 真的 我开始做安利的时候 我不敢 梦的那么大 各位 记住 小心你的梦想 因为它是可以实现的 安利的第二个缺点 新人 加入 马上就可以开始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缺点 Jim 加入马上可以开始 不好吗 我觉得当然不好啊 你看 很多人就很急 一加入 什么都不懂 产品 吃饭 不懂 安利 OBB不会讲 就极极忙忙的去分享安利 你说他成功的机会有多大 你看 有时候我们很辛苦 你们很辛苦 很努力的 推荐了一个新人 开始的时候很兴奋 一两个礼拜之后 就消失了 为什么消失呢 因为他什么都不懂 他就开口 一开口 不会讲 当然很容易的被季节 当一个人被季节了两三次之后 我可以告诉你 大部分的人都受不了 所以很多新人 很容易阵亡 原因不是安利很难做 是因为他们没有经过任何的培训 没有任何的知识 没有任何的能力 他就匆匆忙忙的开始 那当然很容易遇到挫折 被季节跟失败 如何克服这个问题呢 安利是自由企业 安利不能规定说 你刚刚加入 你不能够开始 你哪一个是要做安利 是你的选择 当然我知道 我们很多领导人 都知道如何去克服这个挑战 我们克服的方法 就是告诉新人 你先参加一些培训 你先了解一些产品的基本的知识 你先弄懂了安利的业务计划 你才开始成功的几率比较高 这个方法很好 可是我有更好的方法 要不要听 我认为 人都很急 你要叫他等 等到哪一个时候呢 你要等到他学会 这个多少种产品的示范 要学到什么程度的这个 讲那个OBB的这个功力 才开始呢 要上多少堂课才开始呢 其实我觉得 我们做安利 越快越好 快比慢容易 所以 越早开始 越好 各位你知道 安利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行业来的 各位 你不要等到说 你学会了 你不要等到说 你能够跟你的领导人 一样的那种功力 我觉得 太慢了 各位 这是21世纪 我们讲求的是速度 各位 你今天加入 你今天就可以开始做安利 你可以开始 你为什么要等 你不会讲 你不懂得示范 你不懂得解说 安利的业务计划 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有人愿意帮你的忙 你的领导人 你的弟弟 你的钻石 他们都是身经百战 他们都是具备一身功力 一身功夫 他们都很乐意帮忙你们 你要借用他们的力量 记住借力死力 成功不费力 我刚刚开始做安利的时候 我第一个月挂灵 第二个月挂灵 老实讲 我真的 我从来没有做过胜利 从来没有做过安利 我什么都不懂 可是我急着开始 结果 我碰到了很多很多的钉子 所以我的朋友都集结了我 幸好 我遇到了 我的领导人 Dr. Jerry and Angela 他们很有经验 他们很成功 他们是翡翠级的直销商 他说 父 如果你想做 我可以帮你 我跟你讲 我听了我很感动 他 无条件的帮我 我不会做 我不会讲 我不会示范 真的没有关系 我把我的朋友 我的对象 我要到他家 所以他们 帮我做产品示范 他们帮我解释 安利 他们比我讲得太好了 所以我很快的 就推荐到很多人 很快的 就把安利的产品 给卖出去了 边做 边携 边携 边做 很快的 一个月的时间 我就做到9% 第二个月 我就突破 做到12% 借力死力 成功不费力 各位 不只 你可以 借助 你的领导人的力量 甚至 我觉得 安利这个事业 是一个人助人的事业 安利的人都 都很乐意去帮助别人 我相信 在你的中心 你的旁线 他们也都很乐意的帮忙你 全世界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 洛克菲勒 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 以其 我付出 100分的努力 我宁可找100个人 各取他们 一分的努力 今天下午我有一个 从香港来的 一个刚刚加入 我推荐的一个新人 他是一个很成功的 这个企业家 李博士 他带了他的女儿来 然后 因为他很新 所以他问了一些 如何发展 哪里这个事业 我就跟他分享了一下 然后我就跟他讲 这个事业就是一种分享 互相的这一个帮助 互相的鼓励 互相的借用 这个力量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单打独斗 太辛苦了 懂得去借用力量 才是聪明的人 所以我就跟他讲 这个洛克菲勒 所讲的这一句 很有深度 很有智慧的话 以其我付出百分之一百的努力 我不如找一百个人 各取他们一分的努力 这个李博士 他听完之后 他说 很有道理 不过 不是一百个人 每个人各取一分的努力 更重要的是 如何让这一百个人的 每一分的努力 是集合在一起的 那一个力量 才是真正的力量 各位 真的 如果 大家能够悟到 如何的 这个借用 别人的力量 可是记住 你也要付出 你的一分的力量 各位你想想看 回去 跟着你的领导人 跟着你的忠心 跟着你的伙伴 大家一起努力 你帮我 我帮你 我告诉你 大家一起努力的 那个力量 如果你懂得 这个 结合别人的力量 来帮忙你的话 你也绝对 可以创造奇迹 你们有信心吗 让我们的 Mr. Jim Payne Mr. Doug DeVos 感觉到 泰国将会 创造另外一个高峰 安利的第三个缺点 这个缺点 不知道怎么讲 各位你知道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安利 因为 每个人都可以做安利 不管你的背景 不管你的出身 不管你有没有钱 不管你的交易水平 只要 你说你要做 你就可以加入 成为安利 私交商 我跟你讲 人很奇怪 太容易得到的东西 一般上来讲 都没有什么价值 你说是不是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好像很难去 跟人家讲 安利是一个很大的事业 一个很了不起的事业 为什么 因为谁都可以做 有时候 你如何能够得到别人对你的尊重呢 各位 你想想看 今天假设说 你要代理或者是经销一些名牌 手表也好 包包也好 化妆品 一些名牌 我看你要花很大的气力 要花很多的这一个本钱 你才可能争取到 很难得到的东西 你会觉得很骄傲 哇 我代理这个品牌 我代理那个品牌 我经销这个品牌 我经销那个品牌 各位 不是安利 不能 而是安利不愿意 安利也可以用传统的方式 以安利这么多产品的这种品牌 安利的雅兹 Top 5 in the world 世界五大品牌之一 尤其是安利的营养食品 我们的营养食品是全世界最好的 最受消费者信赖的品牌 而且是历史最悠久 而且是销售量最大的品牌 除了雅兹 除了纽特莱 L.O.C.E.Spring S.A.A. 全部都是世界的名牌 各位 如果安利用传统的方式 我告诉你 会有很多人排队 拿到大把大把的草票 来争取这个经销权跟代理权 安利 不愿意这样做 因为这是安利的DNA 安利的核心价值 安利的使命 安利要提供机会给每一个人 然后全力的帮助加入安利的伙伴 实现梦想 成功创业 真的非常的感谢 J.N.Rich 非常的感谢安利 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我一个平凡的人 能够实现我的梦想 当我真正的看懂了安利 当我认同了安利的价值 当我对安利产生信心的时候 我觉得 我做安利是幸运的 我觉得 我身为安利人 是感觉到骄傲的 各位 当我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我是有力量的 我是有说服力的 所以 开始 遇到一大堆的困难 可是当我有这种感觉 有这种自信 有这一种自豪感的时候 突然间 我变成一个技能 我影响了很多人 我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 今天我能够做到皇冠大使 就是因为 我觉得 我非常幸运 我加入了安利 我非常非常认同安利的价值 我以安利为庸 各位 再问你一句话 你相信安利吗 可能你们以为 安利今天 已经很大了 可是我认为 安利才刚刚开始而已 三传师 Patrick问我一句话 他说 安利已经这么久了 安利的未来 会有多大 各位 如果你们是认真的 如果你对你的未来 你的梦想 是认真的 我要你好好的去研究一下 安利的这个 Sales and Marketing Plan 安利的这个制度 我觉得这个制度是 全世界最好的 这个行销计划 他之所以 最好 因为 我觉得 安利这个事业 他这个计划 是能够激发 人的潜力的一个 最佳的一个途径 而我认为 人的潜力是无穷的 所以各位 如果你相信人 你相信人的潜力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未来的前途 是绝对难以想象的 最后一句话 你的想象力有多大 你的安利就有多大 你的潜力是无穷的 只要 你敢想 只要 你相信 你就是下一个 皇冠大使 各位伙伴 让我们一起努力 创造奇迹 你可以办得到 You can do it See you at the top All the best